現在國民黨的態度就是說 我基本上朝著政黨合作的方向去前進 但是如果萬不得已的話 我不需要有自己的準備對吧 這個前提清楚嘛 但在這個前提跟狀況下請問一下 現在韓國瑜會點頭嗎 現在韓國瑜會有被偵詢過嗎 我就說宇軒為什麼當然啊 因為如果現在點頭現在徵詢這個消息一定會走漏 到時候柯文哲就說是你國民黨沒誠意 他就會說是你國民黨自己破壞藍白合作的契機 韓國瑜就會變成夾在中間的罪人 所以這個邏輯不是這樣子 這個邏輯應該是 保持著這樣的空間跟彈性 但等到 侯科之間 真的 萬一破局了 等到破局的時候 所有的責任 跟期待這時候才會轉移到韓國瑜身上 這時候才有韓國瑜say yes的可能 所以韓國瑜到底能不能有所謂的侯涵配 他是建立在藍白破局的基礎之上 必須要先藍白破局才會有侯涵配的問題 而韓國瑜不能成為造成藍白破局的那個人 因為現在即便我們剛剛討論這麼多科文者 但雙邊有沒有破局 沒有 包括我相信很多好朋友都還是希望說 至少能夠非律陣線整合然後贏過 民進黨 只不過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些人有真心誠意 有些人就虛情假意 對不對 所以你說到韓國瑜的問題 韓國瑜的問題是放在整合之後 不管成或不成 否則你現在去徵詢韓國瑜就最後 藍白若真的整合了那韓國瑜要放哪一個位置 所以徐曉星也有提出來意見認為說韓國瑜放在 不分區更好 但我跟各位保證的是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觸及到這些問題 而光是侯涵配這個想像空間就可以對整個國民黨支持者 產生很大的底氣 也就是他不發聲也是一種作用 即便他沒有談即便他沒有發聲 因為讓國民黨自得知道說國民黨可以自立自強 不需要全來仰賴科文哲 他真的作用在這裡 在還沒有兌現之前他就已經生效了 我沒在這邊簡短回應他 但我心裡想說我是媒體人 我又不是你們政治人物 你們愛怎麼樣你們家的事情 好不好關我什麼事 對不對 科辦反擊了 科招質疑民調加權才以侯而已 科辦反擊了 我就說他把這些東西都隱藏 都在前面這我講了 陳戰說 傳世話也會加權 原始調查數據不可能符合 啊這個特色是怎樣 他是說因為我們就是所有東西都會加權 來各位 我來立刻 熱騰騰馬上打臉 第一個 為什麼過去要加權 因為 式化民調 他具有他抽樣上的一個偏差性 而這個偏差性 必須要透過 整體比例的加權比重才有辦法補足 第二個 但是 手機民調 因為他的高度移動性 而且他的年齡層分佈 與式化大不相同 再來他的數量並不符合完整的母體 他具有所謂高達三四千萬支的門號 他沒有辦法按照說過去大家可以因為採取加護電話 來去做相關比例分配 所以在科學裡面 顯少會援引手機 當作是一個參考依據 但是這三份民調最離奇的是在於 他們透過抽樣的方法 把手機跟式化 採取同樣的加權比重方法 所以才會不準 我就認真回應陳志安 你把手機跟式化 用同樣的加權方法 這個就叫做為科學 再第二件事情 你看到這個是 手機的抽樣民調 裡面九百通電話裡面 抽樣的九百支 結果科文哲高達三十九 竟然狠狠的甩過賴心的百分之二十八 這個就叫什麼 絕對是抽樣嚴重的偏差 不符合現實 違背了所有常理跟常態性的民調分佈 代表手機民調他有他的缺陷性嗎 否則我在這邊直接公開問 所以你陳志涵認為 科文哲的民調 手機是準的 他應該真的有四十趴 賴心的真的只有二十八 他可以單獨擰壓賴心的 你覺得這個抽樣沒有任何誤差性 更遑論你拿著這個誤差的民調 再用原本傳統式化的方法 大幅度加權 我們在講科學 不用在那邊欺人 女騙民眾嘛 而且關我什麼事啊 這是你們自己正常事情 我們就科學論科學 不需要跟我辯論 也不需要跟我回應 因為所有的專家學者 不然各位 可以請現在所有的媒體好朋友 大家去問問看這些大學教授 看看他們這種採取的方法 合不合乎科學 有什麼好討論 不用跟我辯嘛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 我當然知道所有的民調都要加權啊 重點是你的加權方法跟你的抽樣方法 手機就是亂搞一通一塌糊塗嘛 你的問卷設計也有問題嘛 你沒有辦法回答你怎麼樣去在這種平行時空下 把這些東西做比較 說什麼 侯友宜對上 郭台銘在對上賴心得 然後柯文哲對郭台銘對賴心得 這兩件事情都不會發生啊 然後拿這兩個完全不會發生的 的平行時空做比較 然後比較之後再把所有的 數據做調和 這怎麼會準 那你為什麼不敢做侯科科的對賴銷呢 這不是很謙謙一懂的事情嗎 張濟會說聽不懂 那我再講一次啦 你覺得啦 你把 你在小朋友對不對 在家裡是不是很少會待在家裡 很少會接到電話 所以四話把這種年輕人 比重拉高 那我問你今天走外面的手機 他是不是就不一樣了 因為很多年輕人都要用手機 甚至老人家不會用手機 然後他的意思是說 我今天過去 科學有種方法 為了要讓民調準確 所以會讓在家裡接到電話的年輕人 因為他比例很少把他拉高 他現在說變成連手機納入之後 手機民調也要同樣的把他的比例拉高 就是這個意思 再來第二件事情啊 我剛已經講了啦 他的手機抽樣絕對母體有問題啦 抽出一個 柯文哲39%賴清德28% 他自己都不敢看啊 他自己都不敢信啊 不然各位你直接去問柯文哲嘛 你信不信自己民調四成賴清德只有兩成八 你相信這個數字嗎 答案就很簡單啊 就是這樣子啊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是國家認證 A 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也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十一條三星全校克菌 威摩 矢腱 conviction 6 對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